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家有两个大人 四个孩子 父亲是泽维尔伯爵 他是个生人 生意小有成就 他很善于和别人交流 很爱笑 漂亮的妈妈安妮丝 在一个天主教学校工作 泽维尔的全名是泽维尔杜邦德利公内斯 杜邦德利公内斯是个古老的法国贵族姓氏 昔日非常有名望 这个家族不仅有自己古老的城堡 还有家族印章戒指 家族洞灰 家族睁严 还曾养过一支火枪手部队 2011年 泽维尔已经50岁了 刚从他过世的父亲那里继承伯爵头衔 妻子安妮丝比泽维尔小一岁多 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夫妻二人共同养育了四个优秀的孩子 大尔基亚瑟出生于1990年7月7日 长相十分英俊 2011年 20岁的他在离家一个多小时车程的一所私立大学学习计算机 客与在南特利加披萨店打工 二儿子Thomas于1992年8月28日出生 这个有些害羞大男孩 对音乐很痴迷 在位于昂热的西方天主教大学学音乐 唯一的女儿安妮于1994年8月2日出生 安妮是四个孩子中成绩最好的 当时在一家私立天主教学校薛里克 长相漂亮 她还会替邮库商品册子做平面模特 最小的儿子伯诺瓦 于1997年5月29日出生 她和姐姐安妮在同一个学校年书 她喜欢打鼓 总是让家里吵吵闹闹的 在外人眼中 这家六口都很阳光 相亲相爱 留下很多快乐照片 然而 2011年4月的一天 她们却一同消失了 2011年4月11日 一个女邻居路过55号大门 隐隐地觉得有些不对劲 女邻居和泽伟家十分熟悉 知道平时她们家的百叶窗都是打开的 哪怕全家外出度假也是如此 所以 那天紧闭的百叶窗让她心生疑惑 之后两天 她再经过55号时 发现百叶窗依旧关着 4月13日周三 这位深感不安的女邻居报了警 警察很快来到舒曼达街55号 按门铃无人应答后 便找来所将开了门 房子里空无一人 两条拉布拉多拳也不见了 屋内部分家具和日用品都被清空 看上去并没有打斗乱翻的痕迹 家里的车少了一辆雪铁龙C5 警方初步判断 泽伟一家开了那辆雪铁龙C5搬走了 可是六个人加上两条狗还有大量的行李 能挤进一辆五座的轿车吗 就在警方调查了几天 泽伟一的几位家人都收到了一封诡异的告别信 嗨 大家好 大大的惊喜 当你读到这封信时 我们已经不在法国了 在未来未知的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回来 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都无法用其他方式交流 这封告别信打赢了满满四张纸 落款人是泽伟一家六口人的名字 但没有签名 落款日期是4月11日 信中泽伟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 他说自己其实是美国忌毒局的一名卧底 需要从法国的夜店 获取关于毒品交易和洗钱网络的信息 他自己开的公司 其实是一个掩护手段 也是一份兼职收入 因为正式卧底的工作 报酬远远不够覆盖一家人的开支 而上一天 他得知自己卧底身份已经被发现 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秘密转移去美国 他们一家人将作为证人 在美国参加开庭 把那些毒贩绳之以法 泽伟还让亲属帮忙停掉水电媒网络账户 并在5月31日前去他家 帮忙把所有东西都处理掉 他还特意提到 在后院阳台下面有些碎石 是本来就在那儿的 不要去清理那块地方 整封信的措辞很随意 但幽默和跳跃的文风 确实是泽伟尔本人的风格 但安妮斯的父母 却不信这信上内容 而泽伟尔的母亲和姐妹们则担心 泽伟尔一家会不会遭遇不测 是有人胁迫泽伟尔写了这封信的 警方带着疑惑 又去舒曼大街55号考察了五次 他们把屋内和后院都检查了许多遍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也没有找到可疑的血迹 脚印 指纹 他们发现 泽伟尔家墙上相框都还在 但照片全都被人去走了 仿佛要抹掉这家人存在过的痕迹 2011年4月21日上午 警察们进入55号 开始第六次现场勘察 55号的后院深处一片露台 露台的下方是一块低矮的空间 大约几平方米 普通人得猫着腰才能进入 还记得吗 冗长的信中提了一句 不要去动这块地方 但多次勘察后 只剩下这块地方没有检查过了 于是 有警察试着往下掘土 很快 他们掘到一个垃圾袋 割开垃圾袋 一条人腿露了出来 持续到那天黄昏 几个人和两条拉不拉多的尸体 都被挖了出来 这些尸体先被人裹在毯子和被子里 然后被人用绳子捆扎起来 再放入大号垃圾袋 每个尸体旁边都放了一个宗教圣像 一个小蜡烛和一串十字架 这些是天主教信徒下葬时 会放在棺木里陪葬的东西 显示有人似乎在按宗教仪式安葬他们 其中 安妮斯和三个孩子的四具尸体 以及两条狗的尸体是放在一个坑里的 而二儿子托马斯 则被放在一个单独的坑里 但清点以后 警方发现还少了一个人 那就是男主人泽维尔 第二天 试检报告出来了 五个受害人 每人头部都至少射入两颗子弹 他们身上都穿着睡衣 却没有任何挣扎抵抗的痕迹 除了安妮斯 其他人体内还发现了安眠药成分 奇怪的是 如果他们是在床上被枪击的 理应床头和墙上有喷溅的血迹 但几个房间浴室客厅都被打扫得很干净 最终只找到几个褐色斑点 这说明有人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细致的打扫 随着调查深入 警方竟然发现 越来越多证据 把矛头指向了泽维尔 泽维尔有一把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莱夫枪 而这把枪与凶器的型号相符 尸体内的子弹和泽维尔曾购买子弹一致 案发后 莱夫枪和泽维尔一同消失了 泽维尔还曾买了一个适合莱夫枪的消音器 三月底的一天 泽维尔开车3.5个小时 前往距离他们家320公里远的一家小店 买了一卷大号垃圾袋 和一盒粘合性塑料地砖 4月2日 泽维尔从不同的店买了 四包10公斤重的生石灰 铲子和锄头 4月7日 邻居看到泽维尔持续两个小时 从家里搬了大包小包 装到靴铁车上 泽维尔一家住的舒曼大街55号是租来的 泽维尔在前不久 刚停止了租约 并关闭了全家人的银行账户 结合这些线索看 泽维尔仿佛在安顿家人的后事 掌握这些信息后 警方立刻对他发布了国际通缉令 但泽维尔的母亲始终相信 儿子是无辜的 泽维尔的一些朋友也认为 泽维尔不可能是凶手 阳台和房屋的距离很矮 他有很严重的腰痛 他不可能弯着腰在阳台下面挖坑 泽维尔是贵族信使的继承者 如果他杀害了三个儿子 就断了家族的血脉 对于法国贵族而言 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在大家眼中 泽维尔有钱有势 性格开朗 很会关心人 没有任何暴力倾向 但警方调查发现 泽维尔虽然表面充分得意 却并没有过上他期望的人生 他的五十年 可以归纳为 一个没落贵族 想要逃离 却被困住的一生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虽然这对夫妇 看上去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但他们的生活 其实并没有那么寻规蹈矩 他们的命运之一就是 大儿子亚瑟 并不是泽维尔亲生的 泽维尔的父亲伯纳德 是伯爵 也是个工程师 和妻子吉纳维普 一共生下三个孩子 泽维尔于1961年1月9日出生 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也是伯爵 爵位继承人 他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泽维尔从小生活在上层天主教社交圈 他的家族虽然富裕有地位 但思想僵化守旧 而他的父亲伯纳德 偏偏是个花花公子 在泽维尔十岁那年 伯纳德便抛弃妻子 一去不返 泽维尔和姐姐妹妹 住在凡尔塞的一公寓里 由奶奶和母亲抚养长大 泽维尔的母亲 吉纳维夫是个狂热天人 主教徒 泽维尔也从小被灌输宗教思想 他的外表举止符合贵族传统 但内心向往冒险和自由 1980年代初期 20岁的泽维尔遇到19岁的安妮丝 两人恋爱了 并于1989年订婚 但没过多久 泽维尔却毁婚了 他提出想去外面的世界 渐渐失灭 和安妮丝分了手 后来泽维尔和一个男性朋友 米歇尔一起去了美国 这两人都是销售员 也是终身好友 两人沿66号公路自驾 在18个月间游览了48个州 几乎跑遍了美国 吉娜维尔对儿子在美国 迟迟不归很生气 命令他必须回法国 泽维尔最终敌不过家庭的压力 于1990年回到凡尔赛 此时他的前女安妮丝 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 但依然是单身 1990年7月7日 安妮丝诞下一个男孩亚瑟 在那个年代 宗教气氛浓荷凡尔赛 未婚先认可不是一件光彩事 1992年 31岁泽维尔娶娶了 29岁单亲妈妈安妮丝 并收养了两岁的亚瑟 让她跟自己姓 这在当时算得上 是惊世骇俗的决定 两人结婚后 在法国的多个城市定居 期间又生了三个 属于他俩的孩子 不过 泽维尔热爱美国文化 总想着移民美国 1998年 他又独自去美国待了半年 为全家搬亲做准备 2002年 他带了全家人 以及好友米歇尔 一起到热情奔放的迈阿密 准备在那定居 泽维尔成立了一家公司 希望能够通过公司赚钱移民 可惜的是 他的公司经营惨淡 一年后 全家人不得不打刀回府 这么一折腾 他们几乎刮完了所有的积蓄 最终 他不得不扎根南特 过上平静的生活 2003年 泽维尔回到法国后 又连续创立三四家公司 但这些公司全都没有什么收入 泽维尔装作事业成功 但其实主要是靠贷款和借钱度日 案发前 他们的房子是租的 泽维尔升幅多笔债务 甚至在案发每两天 就由法警上门追战 恐怕安尼斯和其他家人 都不知道泽维尔的真实财务状况 有人或许会问 他不是贵族家庭吗 他作为唯一的男性继承人 怎么就没有得到家族的资助呢 事实上 到他父亲的一代 钱已经摆光了 案发三个月前的2011年1月20日 老伯爵突发心脏病死亡 伯纳德年轻时就抛弃妻子 去过花天酒地的生活 到了晚年 他的境遇凄惨 独自租了一个公寓 经历了病痛孤独和贫困 泽维尔得到父亲的死询后 立刻前往父亲租的公寓 翻找财物 可他一分遗产都没有找到 最后只找到那门珍贵的 伯爵家族印章戒指 可一直来扶枪 当时他恐怕是彻底绝望了 虽然父亲去世 他可以继承伯爵爵位 但这个华尔布什的头衔 对他生活毫无帮助 反倒像是一种嘲弄 除了经济困境外 泽维尔的内心和生活也很割裂 他的思想开放 喜欢美国流行文化 受不了法国沉闷的宗教氛围 此外 他和妻子的感情也没有那么亲密 据朋友说 泽维尔曾有过几个情人 而在2004年夫妻感情出了问题后 妻子安尼斯也向两人共同的好友 Michelle Suku 逐渐的 这两人之间发展出了婚外情 泽维尔也都知道了 三角链维持了几个月 直到安尼斯和Michelle分手 虽然泽维尔继续和Michelle维持着友谊 但他内心一定是有挫折感的 泽维尔从小对自己的贵族血统很自豪 他曾说过 我是属于一个智慧的 有决心的 和谐的 道德高尚的 体质健康的群体 这样的人在大众中间 可是很罕见的 可惜的是 他有一个很高起点 但一生却都在走下坡路 他和姐妹们没有念大学 一直没有正儿八经的事业 到了其他人果实累累的中年 他反而穷途末路 他没有勇气告诉家人 残酷的财务状况 他或许认为 这会毁灭他的孩子 妻子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会遭到世人的嘲笑 泽维尔早先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如果出了差错 我只有两个选择 开车撞死我自己 甚至趁全家人睡觉时 放火烧了房子 虽然他当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 但最终他还是走错这一步 那么这一家五口人 到底是哪天遇害的呢 4月3日 有个男邻居声称 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安利斯 当天晚上 有人看到这对夫妇和三个孩子 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 随后在南特的一家餐厅 共进晚餐 二儿子Thomas因为在昂热上学 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尸检报告无法把死亡时间 精确到某一天 但结合其他人的证词 以及他们生前的活动 警方推断 他们就是在那天晚上被枪杀 上馆子看电影 似乎是行刑前 给被执行人最后的享受 4月4日 周一 泽威尔去昂热找了Thomas 当天晚上9点 父子二人到达昂热附近的一家高档餐厅 餐馆服务生记得 这对父子在用餐期间 几乎没有怎么交谈 吃完饭 泽威尔便独自回南特了 4月5日 周二 Thomas在一个朋友家中玩 他原本打算在那过夜 但是泽威尔突然打电话给他 叫他赶紧从昂热回南特 说是因为安妮斯骑自行车出了车祸 昏迷住院了 Thomas匆忙搭火车回南特 到家大约10点 警方推断Thomas当晚被杀 泽威尔或许犹豫过要不要杀Thomas 毕竟亚瑟不是亲生的 Thomas作为长子将继承他的爵位 但最后他还是决定斩断自己的贵族血脉 4月11日 安妮和伯努瓦学校都收到了泽威尔签名的信 说两个孩子要退学 他们全家会因为泽威尔换工作搬去澳洲生活 同一天 安妮斯工作天主教学校 也收到了一份安妮斯签字的辞职信 说了同样的理由 校长给安妮斯打电话却联系不上 也就是那天 泽威尔家人收到一份诚信 泽威尔在信中声称 自己将移民美国 那么此刻 涉嫌杀害全战案的泽威尔会何去何从 警方通过调查他的信用卡消费信息发现 泽威尔并没有死 反而还活得好好的 4月11日到14日 他沿着法国东南部一路自驾游 并用了自己信用卡在餐厅吃饭 在酒店住宿 还在ATM机上取过钱 4月14日 泽威尔来到了海边小镇阿尔岗 在去南特前 他们一家曾在这个小镇居住过一阵子 他对当地十分熟悉 第二天 4月15日 泽威尔退了房 并把车留在了连锁渔馆停车场 酒店外的监控拍到 他扛着一个长条形的包离开 里面看似装了那把来骨枪 他故意朝摄像头挥了挥手告别 然后独自向山区走去 这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影响 4月21日 警方挖出了泽威尔妻子和孩子的尸体 并于第二天在阿尔岗的连锁旅馆停车场 找到那辆C5 他们开始在周边搜寻泽威尔 那一带的地形非常复杂 有茂密的森林 溪流 悬崖 天然洞穴 以及开场矿石 留下了山洞 如果一直向南步行两个多小时 还可以到达海边 经过两个多月细致的搜查 泽威尔生不见人 死不见事 在2013年 警方又组织了一次 为期两个月的大规模搜寻 想要找到他的尸体 把这个案子彻底了结了 但却依然没有结果 直到今天 多次搜寻 全国通缉 泽威尔依然杳无音讯 他自杀了吗 他是逃到其他地方 隐姓埋名 开始了新的人生了 泽威尔的朋友们都相信 他只是躲起来了 泽威尔为什么一路难行 要去阿尔港呢 因为这个海边小镇 处于边境上 地理位置很特殊 从那里可以走陆路 前往意大利或者西班牙 也可以走水路 坐船去北非国家 泽威尔会说英语 西班牙语和法语 他一直很喜欢美洲 也可能穿越大西洋 跑去南美的某个国家躲藏 2015年 舒曼大街55号 这个恐怖屋 终于卖掉了 交易价格为20万欧元 买家把它进行改造 过了几年再次出售 价格还翻了倍 十多年过去了 泽威尔的下落 依旧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泥团 一个男人 只因为自己的人生走入绝境 就把拥有美好未来的孩子和妻子 全都杀害 这是人世间最让人悲愤的惨剧 那么你们觉得 泽威尔还活着吗 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一键三连加关注哦